原本热闹的新门町如今成空城 上百家业者自主停业拉上铁门 而永康商圈生意同样已落千丈 从去年3月起就已经有40多间商家倒闭 如今本土疫情升温 全台三级警戒再传出6间商店关门歇业 暂时歇业或停业的商家不在少数 像是全台拥有14家分店的乐宁尼餐饮集团 也宣布在6月1号的时候卸业 而来自韩国的名店孔林一只鸡 也在6月间无预警停业 就算餐饮界的名店也挡不住 三级警戒下禁止内用的冲击 蛮大的知名品牌 最近开始商机要离开台湾 很大原因也是因为它原来的商业模式 都是以体面 以线上的食品服务文主 即使是原本数位之下 好像线下体验做得很好的一些餐饮服务业 在此时此刻 一样要面临同步的调整 米其林加持的名店 像是大三面酒楼 请客楼等等配合防疫政策 只能推出防疫外带餐 来支撑餐厅生计 而这股卸业风潮也吹向饭店业 有15年历史的芙蓉台北一管 也将在9月1号租约到期后不再续约 其实不止台湾 美国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 有超过10万间餐厅协业 它原本的一个所谓的商业模式 就是我们说的经营老客户 然后是热食 每天有7到8成的这个来特率 大概餐厅就可以维持得很好 但是现在商业模式是你要去想 如果来特率未来10年 都是只有两成到五成的一个长期趋势 比如说商圈的调整 客举的变化 你必须想办法去开入我们说的线上 或是其他多远通路 将炸鱼头蔬菜高汤混在砂锅里 用大火快煮散发浓浓香气 等到汤汁完全入味后 就能开始分装外带宅配订单 老板手忙到停不下来 在本土疫情爆发后 没了内容顾客仍旧靠着网路订单 让生意无降反升 除了抢救自家生意 也集结加以的各式美食做网路行销 疫情下老店拼转型求生存 脑筋也得动得快 在去年的经验里面我们得知 未来市场绝对是网路市场 推出了小聪明拌面 麻辣鸭血 现在目前都是最主力的商品 现在一个月里面都能热销超过3000份 那他们现在可以因为透过网购方式 获得推出产品的体验 就其实也蛮多是新客人 那这些老店他们可能过 可能focus在他们自己店里的本身经营 比较偏奔打不落的方式 在做他们自己的营运这一块 那因为疫情下他们其实开始要取得 也就是说跟别店家去结合 做团体赛 所以其实推出了非常多的结合包 高四号人气店家不让新冠病毒 打垮日积月累的好口碑 结合数位转型 让业绩逆势成长 将危机化为转机 TVB新闻成为环流军台北嘉义采访我的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